还有去喝酒刷卡被拒绝 竟然气到开枪泄愤 在新北市三重一间酒吧 招人连续开五枪 案发一个小时之后 警方就逮到人 嫌犯买单的时候原来是钱不够 想用信用卡结账 但是呢店家并没有信用卡系统 再加上当时其他酒客酸言酸语的 呛说没有钱你就不要喝酒 男安子一气之下 居然拿空气枪对着酒吧玻璃门射击 幸好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受伤 酒吧左半边的玻璃门被钢珠击中破裂 虽然没有人受伤 但是店家气炸了 因为嫌犯是刚刚的酒客 十分钟前坐在车内开枪后 酒驾逃离现场 警方获报一个小时内 找到涉案的酒醉男子 他还很大方 自认没有错 很放心让警方搜索 下场当然不如他所料 警方在他车内搜出了作案用的空气枪 这下他才清醒许多 事发在13号凌晨3点多 嫌犯原姓男子到新北市三重一间酒吧消费 买单时现金带不够想改用刷卡结账 但是店家没有刷卡系统拒绝了他 一旁的酒客见状 算他没有钱又爱喝酒 他才气得对酒吧开墙泄分 最终男子还是没有结账 除了被警方移送外 酒驾还要被开举罚单 赌气泄分 这下后果都得自己承担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导